柯文哲他前兩天說不到話 對啊 土力啊 哪裡有違法對不對 那違法的部分 我覺得小平哥應該知道很多細節 但是我先請教柏惟是這樣 因為整個民眾黨就開始要出來救下了 吳於軒就講說這個什麼 既立當德 當祭天下立 然後苗布爾的下臉叫做 判刑當判罪重刑 那我們要看另外有一個是 民眾黨的臺北市議員陳佑誠 他幫忙緩加 他說他是說要徒全民之力 要扛全民之凱 這真的沒出錯 就是扛全民之凱不是用在這裡嗎 那你這樣就變成說 你現在都做Sakura 都做你的 來 我今天有一個小教室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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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看扛他人之凱是什麼意思呢 是利用他人的財務 為自己做人情 這個是越幫越倒忙 這個叫做第一屆 也不只是第一屆 不知道第幾屆 民眾黨杯茶字典大賽 參賽的有陳佑誠 楊謙什麼謙情 許謙情 很多真的都不認識 楊寶珍許謙情 其實我剛才講柯文哲民眾黨的這個狀況 柯文哲講的一手一嘴什麼叫白色力量 什麼科批政治管理 然後好像SOP 我跟他說我特資管 我們那個企管我們畢修 我企業概論 會計學我們怎麼有經過呢 柯文哲很多其實都是謬論 所以我們來看他用管理 要用管人的哲學來看他的這個政黨 你就會發現其實這個人很怪怪的 第一個你指引的幹部 你指引交出來幹部你放在哪裡 要嘛就是把他發配邊疆 要嘛就是讓他去選議員 加盟的都當立委 反而應該叫黃國昌去選台北市議員 這樣子你要先訓練對黨的忠誠 我才能給你位子嘛 我在你旁邊你看黃靖穎怎麼樣 又擦汗又背鍋 跟男朋友出去玩還被拍照 然後什麼 你要求生勝果了 最近結婚了 恭喜恭喜 我的意思就是 要為了這個民眾黨萬箭穿心 結果你讓我選個市議員 然後還有一個不知道叫林思宇 還是什麼東西的 然後明明我爸爸就可以當議員 結果我一站在他那邊 你給我放兩個人幫我弄死 對 而且他的票衝那麼高 他一個人就算兩個票 我這萬念俱灰啊 我為誰辛苦 為誰忙啊 一代民眾黨 陳建民曾經 請拜託學姐哪一都可以選 選宋山新一 但高層不同意 這裡面還是有一些鬥爭的 對嘛 所以對一代的直營幹部來講 就是我把什麼 我把擔心趙漢青 而一把什麼話 反正就是民營 我把江欣 我本江欣脫迷月 奈何迷月照溝去 江欣不是江欣 對 我故意講的有錯 讓口雲老師來跟證 所以我們民眾黨一代就此允落嘛 二代來的你全部都拿去當立委 這個叫分贓不均嘛 作為民眾黨的首領 這個黨主席叫做柯文哲 你分配不均 自然大家就不平衡嘛 高文安的情況也是一樣啊 高文安的情況就是李宗廷坐在那邊 什麼事都不用做 一下領鴻海的錢 一下領立法院的勞健保 其他助理會想說 哇 我還要出去跟車 還要付錢 還要有的沒有的 還要十塊錢什麼高鐵手續費 你有一個吃百七頭的那個 兄弟坐在那裡都不用做工作 哇 那頭會暈暈的 而且最後只有李宗廷無罪耶 對啊 還有另外一個嘛 那個陳玉凱 對嘛 所以回來講這個會變成什麼 你的 其實陳宥廠算指引嗎 陳宥廠其實算黃三三的人 加盟店的幹部耶 對 你知道對指引店的幹部會想說 哇 你連加盟店的都可以當幹部 簡單講啦 加盟店就是很常 我們以前講超商會有那個 明明是加盟 然後加盟到一半發現自己賺比較好 那個招牌撕掉 然後改名的啦 那一種有沒有 有那個什麼82的 你有沒有聽過 還是有不OK的那一種 反正就是 那就名字撕掉就 我們應該要OK商店的話 改成QK商店 改成QK 所以邏輯是這樣子 柯文哲現在重判清理嘛 其實我坦白講 我有一點替黃國昌 這個叫自身 這個叫同理心 我如果是黃國昌喔 我很想選新北啊 新北是我的家鄉啊 對新北有很多的破話 雖然我講三喜 可能大家都會笑我很輕鬱 你們一直要我去新竹是怎樣 我到後面好像我必須要慷慨負義耶 我也知道很難選啊 他自己講過啊 主席叫我到哪裡我就到哪裡啊 可是他講跟我講不一樣 我講是專心的 他講是演戲啊 主席起初前起初後不一樣 起初前 我當初從高雄去台中是講說 台灣哪裡需要我就去哪裡 那個講出去就講出去了 什麼什麼地方角頭要選就選 黃國昌不一樣啊 黃國昌哪有這樣子講 黃國昌是民眾黨要我去哪裡 我就去哪裡 他不是會台灣耶 對啊 現在好嘛 現在主席跟那個蔡壁爐 這個叫祖母 不 也不是叫祖母啦 這個叫祖母 這個黨母啊 我不知道啦 反正就是現在說 好 那新竹啊 你去站啊 你看那個黃國昌發文件又壞掉了 不敢講 又不能發文了 所以柯文哲 現在應該說民眾黨一直遇到的問題 就是他的組織分配不均 他的權責不相符 導致大尾的東西資源拿了就跑 那那個可能要躺丁床的人 我覺得你現在的一面稍高 稍高 不是不是不是說什麼 我們有什麼內線消息 我們先看一個民調 這是美麗島電子報所做的民調 請問民眾黨黨主席 柯文哲在擔任台北市長的幾個案件 被地檢署圖利財團在偵辦中 柯文哲被列貪污罪被告 有人說柯文哲在賴總統任內會被起訴或收押 有人認為在台北市長任內沒有違法犯罪 所以你認為哪一項比較可能 那我們看這邊還有他有一個藍綠的 算是你對這邊以上是比較偏藍的 以下是比較偏綠的 那我們看最藍的這邊 最藍的認為會被起訴或收押的 百分之四十七點五 最綠的這邊百分之五十九點七 然後再看另外一個數字 一樣的問題 另外一個數字的分析是這樣 台北市的人怎麼看呢 台北市的人有百分之四十五點五 認為柯文哲會被起訴或收押 認為他沒有犯罪的 只有百分之二十一點九 案件的細節 因為金華城他也不是督根案 他就是要改建 也當替衣智智慧建築什麼綠建築 任性城市 什麼都可以把他打開 什麼我講滾丁床 因為我覺得如果圖利罪 如果這樣都不起訴的話 圖利罪可以廢掉 圖利罪就是貪污 貪污資料條例的第六條 第一項第四款叫圖利罪五年以上 我講兩個例子 第一個 李肅德免掉二三十一 五十年二三十一的權利金 一年幾千萬 對 和九年 還有美和市裡面有概念 我們一個高家農處長 然後跟廠商勾結 沒有查到金流 那我們出地 然後日順生 美和市蓋房子 出建築費 然後那時候 我想說分五十五十合理 就分出來我們二十幾 對方七十幾 為什麼 高家農他怎麼樣 他就低估我們的土地價值 而高估建築費用 那是一個比例 這樣子搞就篡改底價 我講裡面聽到懂了 就是跟市價不符了 判十年 土利罪 那你柯文哲起訴要判幾年 好 待會來 為什麼他是土利罪 因為這塊地 他給他二十趴的 用都更條例給他 他不是都更用地 他舊房子拆掉 蓋新房子這樣子而已 然後給他二十趴 價值兩三百億 就土利這兩三百億 我在講一個數字 你們聽到昏倒 我們臺北市一年預算一千八百億 市府自籌財源 有些五六百億 中央給我們的統籌負財款 我們自首財源就是一千一百億 講完你把他扭成 毛巾扭乾了 我們地方稅就是一千一百億 你知道他這個六千坪的地 很簡單 你們聽就聽懂了 六千坪的地 現在是不是可以蓋到 一坪蓋八點四坪 八四零嘛 對不對 然後加公司的四十八 也可以賣 一坪蓋十幾坪 一坪蓋十幾坪 六千坪一坪蓋十幾坪 七八萬坪 一坪賣兩百萬是一千四百億 多可怕 土地傳統勾結莫此為勝 這是臺北市的遲入好不好 這是不分顏色的 我一定要動他 因為我們懂建築 我們知道他多壞 我們比一般議員更懂他多壞 一千四百億扣掉一坪房子四十萬 利息各種的各種費用 他淨賺一千億 一個企業賺一千億 我們可以擾過柯文哲嗎 你知道我講的大概念 你這樣圖異人家動不動財團 就賺臺北市民子民告一千億 這是公共財 容積 那我不動他才怪 我一定要把這個揭發出來 因為他實在是太壞 太可惡 一定要起訴他 可是他說我只有圖略 你查得到金流嗎 對不起 如果金流的話就七年以上 如果用植物榨取財物 七年以上 如果用植物壓迫的話 可以判到無氣圖形好不好 這是五年以上圖略 他們法盲法盲得超級嚴重 連圖略這是財務制罪條例底下的都不想的 六法全數他都懂 可是他都懂 可是他這樣做 他自己 他說我有犯法 我有違法嗎 他自己做就違法了 因為他根據什麼任性程式 有充電樁有行道術有什麼 哪一個全臺灣哪一個地方有這種條例 說這些根據這些條件可以增加這麼多容積力 這就是你創出來的東西 這些東西都不是法律規範的法 對啊 也沒有法律規範 也沒有通過你們議會 兩個章是鐵證 第一個章 你這不是都根用地對不對 不能用都根的獎勵 那你叫他應他用 叫彭正生應用 叫都會應用都根 是他蓋章出去的 科文的三個字 第二 全臺北市的公展七十年來 都是公務副市長 就是都委會的叫做主席 叫主任委員 然後現在叫做李世川 那個時候叫做彭正生 以前叫歐靖的等等 我跟你講 那個彭正生 連那個章他都不敢蓋好不好 他知道會出事 公展 就是全部都弄完以後要公展 那麼大的開發案 量體這麼大 科文的自己蓋章好不好 這兩個章不是鐵證嗎 你怎麼跟檢察官講 這不是圖利 什麼是圖利 那你覺得那個八月二十號 邀請他來是談哪個案子 他會來嗎 因為其實主要是邀請彭正生 可是柯文哲如果他想要好好的解釋 他可以趁這個機會這會來 他不會來 也要請過很多次了 彭正生前面兩次也沒來 這第三次可能會來 那他可能會來 那柯文哲馬上就搭槍 你知道什麼就講什麼誠實講 他誠實講你就慘了好不好